您可要看好了 往开雪里倒入水淀粉 这是虾仁滑蛋特别鲜嫩好吃的做法 这个做法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建议您一定要收藏试试 今天市场的海鲜都可新鲜了 我买这两斤虾就花了我40块钱 也不知道一会儿做出来够不够吃 咱们很多人把这个大虾买回来 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今天这个小技巧您可要看好了 我们把大虾倒进盆里面 加点冰块也给它冰准一下 这样一会儿会更加容易去壳 就像我这样轻轻一拧 虾线就很轻松的取出来了 你看这些都是腥味的来源 很多人是不爱去虾线的 觉得那样吃起来会不够Q弹 但我觉得咱们去了虾线之后 吃起来会更加卫生一点 然后再给它剥掉外壳 再背上划上一刀方便入味 这里重点来了 剥好的虾仁给它放点盐 一勺料酒 再加一点葱姜水 一点食用油 抓拌到摸起来黏黏糊糊的就可以了 虾仁嘛 我每天都在分享一道好吃又健康的家常菜 能不能给个小黄心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其实很多人做这道菜 都是先把虾仁给炒熟 其实这样做出来的虾仁就不够嫩滑了 重点来了 我们在锅里面加上一勺盐 等水煮开之后淋入水淀粉 然后把火关掉 倒入虾仁 用水的余温把它烫熟 煮虾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久了这个肉质就会变柴的 烫一分钟左右就可以给它捞出来了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虾仁超级滑嫩的哦 在空碗里面再打上五个鸡蛋 加点盐 胡椒粉 少许的水淀粉 接着放虾仁和葱花 给它搅拌均匀 起锅烧油之后呢 倒入鸡蛋液 这里要开小火给它慢慢晃动 等表面鸡蛋液定型了 不容易流动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火关掉 给它扣上锅盖 利用锅里的余温啊 让它焖个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啦 一道鲜嫩爽滑的虾仁滑蛋就完成了 虾仁吃起来啊 筋道Q弹 鸡蛋鲜嫩健康又营养 大人和小朋友啊 都非常爱吃 你要是学会了呀 也给家里人安排做起来试试